48岁男子腹痛疑似急性一现炎 出现以下三种腹痛一定要留心 2019年48岁的李先生还是一名需要经常应酬的干部 在一次部门聚餐后 他趁着酒劲一股脑的和众多同事把酒畅谈了三个多小时 期间也是不停地在夸耀自己多年来为部门做的许多贡献 即使一旁的同事劝他少喝一点 李先生却始终把劝诫荡在耳旁风 然而回到家后 李先生就因为肚子痛而在厕所狂吐了半个小时 尽管人已经彻底清醒了 但是更大的意外也巧然来临 在喝完酒回家休整的当天 李先生就逐渐意识到肚子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 起初李先生单纯地认为是吐得太猛导致的胃痛 所以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了 可是在第二天起床时 李先生刚伸了个懒腰 就感到了一阵似曾相识的疼痛感再次袭来 而且这次腹痛呕吐和腹泻的表现接踵而来 无奈之下 在11月13日深夜 李先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不一会后就被医护人员抬进了医院急诊 在入院时李先生的腹痛感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这种疼痛感以中上腹的持续性疼痛为主要表现 当时他的全身都不时地大寒颤 并且一直高烧不退 而当医生试探性地触摸李先生腹部时 他就被疼得止不住的嘴唇直哆嗦 可见李先生很可能出现了腹膜炎 经过问诊后 医生并未发现李先生有特殊的病史 因此他的病情也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在14日凌晨3点左右 李先生病情加重 不仅出现了恶心呕吐 还解了一次黄膝变 在入院的近4个小时里 医生经过检查发现 李先生的血清淀粉酶高达654UL 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结合李先生本人的描述 他是在喝完酒后出现的这一系列表现 由此医生也初步推测 李先生高度疑似是一线炎 但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由于初步诊断为一线炎 因此医护人员一课也不敢耽搁 紧急开始予以对症治疗 但李先生的病情却还在继续加重 他的血压已经低于90毫米拱住 心率也显著加快 并且呼吸异常急促 整个人也呈现出焦躁不安的状态 以至于护士必须将他的四肢用带子固定在病床周围 才能够顺利地进行输印 可是在抗感染 呼吸机辅助呼吸 以及生压强心等众多药物的联合干预下 李先生的基础生理指标 依旧没有缓解的迹象 按理来说 如果是一线炎也应该会改善了 医生对此也感到棘手不已 但主管医生很快冷静了下来 经过快速的血气分析后 明确李先生出现了代谢性酸中毒 而这也是休克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可是在积极应对酸中毒后 李先生的血压和呼吸依旧没有恢复正常 会不会不是一线的问题呢 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盘旋在医生的脑海中 于是医生又给李先生做了一线部位的CT 结果让医生之前的努力都像是泡沫一般付诸东流 CT显示李先生的一线形态尚可 并且线体没有见到明显的水肿 所以说 李先生确实不是一线炎 那么他的腹部表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主任不经意的提点下 主管医生决定拍个李先生肺部的CT片看看 但也正是这一举动 终于将李先生的病因给找了出来 他的腹痛竟然是肺部疾病惹的祸 原来李先生出现的是重症肺炎 而他之所以出现腹痛 就是因为重症肺炎会导致全身的炎性反应综合症 而胃肠道又是对毒素最敏感的脏气之一 所以李先生出现诸多消化系统表现 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症肺炎是一种起源于下呼吸道的感染 由于此时机体和病原菌存在多种相互作用 所以病情复杂难治 但是该病进展十分迅速 并且病死率高达50% 而李先生也是在出现症状的两天后 就住进了ICU 可见该病的凶狠之处 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这种致命性的腹痛 还有以下几种腹痛需要我们留心 一旦出现就要注意尽早甄别 及时接受治疗 一、肠梗阻 出现肠梗阻时 患者往往会感觉到疼痛并非持续性 而是一阵一阵的吸烂 并且腹痛往往会呈现为脚痛和胀痛性质 感觉像是肚子冲了气似的 整体症状特点为痛、吐、胀、停 即部分患者会有呕吐 另一些患者则会停止排便、排气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急性肠梗阻不及时治疗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转变成脚窄性肠梗阻 此时肠道的血运由于长时间受阻而导致肠道出现缺血坏死 而这将会引发生命危险 二、宫外孕 顾名思义就是指受精卵住床在子宫以外的部位 常见的为疏卵管 多见于育龄妻妇女 此时患者会感到整个肚子都在疼痛 尤其在破裂出血前 疼痛感会异常强烈 而在破裂后疼痛感反而会减轻 但此时却更加危险 因为宫外孕一旦破裂就极容易发生大出血 患者的生命安全也将危在旦夕 三、急性蓝尾炎 蓝尾炎疼痛表现为转移性的右下腹痛 也就是随着时间延长疼痛部位会转移 这一点比较有特点 刚开始在上腹部疼痛 然后会跑到肚脐周围 最后就局限在右下腹周围 但是之前部位的痛感也消失不见了 蓝尾炎最应该提防的就是穿孔 因为一旦蓝尾炎穿孔 就会引起全腹的腹膜炎 大量的炎性物质吸收入血 将会导致感染性的休克 四、腹主动脉瘤 这也被称为死神之病 常常可以在腹部摸到波动性的肿块 作为人体最粗大的动脉 它一旦出血 几乎将会在瞬间造成全身血液大量流失 后果不堪设想 五、肠细膜血管耿阻 疼痛特点为突然出现的剧烈腹痛 并且还会伴有腹泻和呕吐 这是与肠梗阻不同的一点 因为肠梗阻是肠段本身纠缠在一起而梗阻 但是肠细膜血管是一整段肠管的血功来源 当它一出现 就直接会类似于危险的脚窄性长梗阻 这种肠细膜血管耿阻